總結整體私宅的表現 根據土地住宅處的資料顯示 今年到今個月的11日為止 2023年整體私人住宅 累積錄得36,727宗買賣登記 交2022年再跌3% 延續兩年 揭創1996年 有紀錄以來的市場新低 但是物業成交總值方面 預測全年將會減少2% 由今年的高位到現在 真的跌了大概10%左右 不過全年的累積跌幅 已經跌了3.86% 這是今年整體來說 這個樓價的跌幅 一定是中小型物業 因為它現在的市場的需求 除了剛性需求之外 就算你是落外地人才那班 其實都是買大約1,000萬左右 都是會比較上是 總之是中小型物業的佔國成份 會比較多些 豪宅呢 因為早前是很低迷的 最近好像好一點 因為可能多了一些 不知道是可能內地人 或者是投資者 尤其是多了1成 希望可以慢慢支持 支持高端市場金額的樓價 可以 報便的便宜 你現在想問一下 他說減納下未 是大陸的長期的樓市 但是現在今年其實都可以做了很多動作 政府 但是對今年的樓市都沒有大大的合作 我想問一下 下年預計有些甚麼 只可以再做才可以自己的樓市 首先第一點 政府減納不是代表樓價一定要將它托高去上升 不是的 減納是希望可以增加轉換 而事實 大家從數據顯示 從我們的成交數據顯示 政府在10月20日減納到今天來說 確實是比之前 減納的交投中數是增加了的 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覺得可能一些事情慢慢適應了之後 樓價當成交多了 那個成交的樓價就會有機會慢慢穩定 指跌回升的機會就會出現 再者 剛才我一點沒有說 我也在期望 明年應該是沒有記錯 2月28日的財政預算案 因為政府看到 減了一半大概的辣椒 樓市的反彈力好像不是很強 政府會不知道 證明很多之前 呼籲政府可以撤納的動作裡面 政府沒有做到 我覺得有機會 希望在財政預算案 即2月28日 財爺公佈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會不會連帶性一次過 將這十多年前 那三種辣椒裡面 再重新再修正 將它還原回全部撤納 希望令到時 樓市有機會 真的如我所料 2024年 走勢會更好 第三個 我想問一下 你都看過下年的樓市 但始終現在市場的氣氛都會比較偏淡 雖然你說提升下年升8% 但想問一下你覺得 是何時才出現新政的turning point 需要什麼的因素 剛才因素都說了很多種 我個人對來年樓市的利好因素 當然在明年的第一季 一定不會說有什麼弱性 因為始終有很多大型的節在 包括你農曆新年 或者元旦 將來的聖誕節 我覺得 剛才也說了 在10月25日之後 樓市已經有些反彈的力度 當然未是很厲害 要慢慢來 其實香港的經濟 其實都是要慢慢復甦 我們經過了三年的疫情 一年的社會運動 其實香港是重創了受傷了 實質來說 要整體經濟復原 會帶動樓市慢慢 交流台上升的時間 我覺得是復原需要的時間 所以大家不要期望香港 用短短一年之間的階段 是完全復甦 一年來講 是讓它慢慢適應 第二年進入 一個慢慢復甦的階段 是有機會出現的 我自己預計 香港在2024年 整體的生命 應該會比2023年更強 樓市一樣 跟經濟掛勾 當經濟好 樓市便會進一步復甦 當樓市好時便會帶動整體經濟 是一個互相緊構的循環後應